音乐 我大学选了医疗化验科学 希望毕业之后能够加入实验室相关的行业 可以学以致用 成为一个专业的医务化验师 结果愚言异常 毕业之后加入鱼龙自然护理处 大龙兽医化验室这个大家庭 成为了副兽医科技师 为守护人类和动物的健康作出贡献 这份工作很有使命感 工作稳定 工资也吸引 我们入职之后同事之间相处融合 上司也很友善 这里工作环境优美 空气清新 令人觉得在这儿工作很舒服 副兽医科技师主要进行一些和动物疾病 和食物安全有关的测试 送来的样本包括一些swap 血液 环境样本 或者是经兽医解剖校提取的一些组织样本 我们会为这些样本去做各类动物疾病诊断测试 例如有新型冠状病毒 禽流感 非洲猪瘟和抗菌素落药性测试等等 主要进行测试的方法有很多种 例如核酸检测 血清抗体测试 病毒分离和鉴定 免疫组织化学检释法 细菌培植等等 有时我们也会在解剖过程中协助兽医进行采养 和参与一些行政的工作 维持化验所日常的检测工作 作为一个副寿医科技师 最重要是细心和有一定的专注力 当涉及到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就更加要有耐性 用一个谨慎的态度为原本进行检验 以获得一个正确的测试结果 入职之后 部门会有各类型的在职培训 去提升我们的专业知识水平 让我们可以更加了解实验室内工作流程中 要符合的各种种责 另外为了提升化验的速度和准成度 每当扣入新的仪器时 部门也会提供相关的培训 令我们更加了解仪器的运作 和日常保养的正确方法 大龙手医化验所是一间符合 ISO17025国际标准 并获得澳洲国家测试机构协会认证的机构之一 所以我们必须经过培训 令我们清楚了解到应该如何 去达到这些相关的国际认可标准 从而提供高质量和可靠的检测服务 此外我们也有机会去参与一些海外的培训 我就去过美国、内地、泰国等等地方 学习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的标准 还曾经参与了一些关于动物传染病 和品质保证的课程和技术交流会 上司也很鼓励我们去提升个人的学历 例如报导一些相关的碩士课程 近年来由于服务的确展 部门开始了更多的高级职位 扶寿医科技师将来可以晋升为 寿医科技师及高级寿医科技师 寿医科技师即是人员的晋升 会按照现行既定的程序和指引 因应各合资格候选人的性格 工作表现、能力、晋升资格和经验等特质 公平地给予考虑 因为禽流感是一种人畜共患 和高度传染性的疾病 所以我们必须分秒必争 为怀疑个案进化进行确认测试 目求在源头上导致禽流感扩散的可能性 记得有一次兽医在长沙环临时批发市场巡查时 发现鸡脊有异样 我们要半夜凌晨派一些技术员去现场做检测 结果当时检测到的结果是阳性的 兽医就果断地采取应变的措施 主动将全港的鸡脊销毁 当时在短时间内大量的样本进行检测 真是承受着一定的压力 但为了保障市民的健康 不至于疫情大爆发 都是十分值得的 我们最大的使命就是为香港市民健康 和公共卫生罢关 在One Health健康一体化的理念下 动物、人类和环境三者之间互相依存 七成半的人类疾病都是起源于动物 所以重视动物的健康 就等于重视人类和环境的健康 我们就好像做好第一道防线 需要很准胜地进行每一个测试 尽快找到动物的疾病源头 防止流行病大爆发 以保障人类健康的福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